欢迎来到莫守成规,我是金算师小莫 有点无语啊,昨晚又遇到了三场平局 汉堡那场我们是成功命中比分的 其他两场都是平局,没有打出来 我发现最近主任开的指数都比较离谱 所以最近的比赛大家不太放心的话 都是要提防一下防平才可以 今天的比赛是比较多 小莫是选了四场比赛给大家分享一下 两场英超,两场一假 我自己也会去看今晚的比赛的 毕竟我也是直接去上了这几场 首先第一场是阿森纳主场对阵利兹联的比赛 阿森纳本赛季也是发挥比较出色 有着要拿下本赛季英超冠军的势头 目前是比曼城多三一场的情况下 积69分,委屈英超榜首 在28场比赛中拿到了22场胜利 仅有三场的败局,金胜球高达40多个 主科场是发挥比较稳定的 本次也是主场出战 在14场主场比赛中拿下了11场的胜利 仅有一负 在最近的10场比赛中也是获得了6胜3品一负的成绩 在英超联赛中连续拿下了6联胜 可以说阿森纳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英超联赛上 利兹联原先是英贯的球队 最近两个赛季是冲到了英超 在英超排名也是中下游的水平 双方在最近的各项赛事中 阿森纳是占绝对的优势的 在最近的5场英超对决中 阿森纳拿下了4场比赛 唯一一场平均还是在两年多以前 双方的实力差距是比较大的 况且阿森纳又是坐镇主场 肯定不会放弃这宝贵的3分 小莫认为阿森纳是能够打穿对手的 所以这一场可以去阿森纳让胜 但是也要提防一下让评 因为最近的比赛也是平均比较多 比分我就推荐阿森纳3比1 4比2 2比1 利兹联 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场 一家的比赛 国际米兰对阵 佛罗伦萨的比赛 国际米兰目前是排在联赛的第三位的 已经被拉脚缓超了 球队目前拿分意向是比较强烈 国际米兰在本赛季的欧冠 发挥也是比较初四 总比分1比0 击败波尔图 晋级下一轮 但是球队在最近的联赛中呢 发挥并不稳定 最近4场比赛 竟取得了一胜三负的战绩 而佛罗伦萨这边 目前是排在联赛的第9位 球队目前双线作战 但是总体发挥十分出色 佛罗伦萨在欧写连 大杀四方 进攻火力十足 连战连结 更是最近的4场比赛 打进12个球 球队在联赛的发挥 也是十分的亮眼 最近5场比赛 也是取得了4胜1拼的战绩 目前两队的直面实力来看呢 国际米兰是更胜一筹的 虽然最近的状态 佛罗伦萨会占据优势一些 但是国际米兰的主场能力十足 而且佛罗伦萨客战能力不足 综合分析我是看好 国际米兰是可以捍卫主场的 所以这场大家可以去国际米兰胜 但是也是要防一下让父的 比分我就推荐 国际米兰2比1 1比1 佛罗伦萨 第三场是切尔西对阵 阿斯顿维拉 切尔西本赛季可以说是高开低走 花了那么多钱养了这么多人 对吧 取得这个成绩 连个欧冠资格都够强 不过欧冠淘汰了 多特蒙的顺利晋级的八强 说明球队已经放弃了联赛了 全身心去打欧冠 最近的状态是略有回升 取得了二胜一瓶的成绩 但是球队长军丢一球的数据 还是让人不敢恭维 以前的铁血防守风格早已不在 不过面对维拉蓝军 还是很有心理优势的 毕竟是胜多输少嘛 维拉近期打出了一波三胜一平的 不错打卷 球队状态比较火热 不过以往对阵切尔西都是 甘拜下风的 如今面对和自己差不多的切尔西 维拉也是没有把握拿下对手 其实两队都有机会进入下赛季的欧战区 只是看后面的11轮谁的发挥 表现比较好了 他们目前击38分 远离降级区10多分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 球队目前只要把精力放在争取下一个赛季欧战名额 去努力就可以了 切尔西在往期对战上是战区上风的 而在场地胜率上 可见在场地胜率上 同样是主队切尔西 是取得绝对的优势的 因此本场是看好各项数据优势的切尔西 能够主场赢得胜利 这一场可以去切尔西胜加让平 比分是推荐切尔西1-02-13-1维拉的 最后一场是一个次推给到大家 就是尤文图斯对阵维罗娜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尤文图斯在主场去取得一个胜利 他的难度也不是很大 所以这一场可以去一个主胜加让平 比分就推荐1-02-1-2-0 最后我再把总结放在小黑板上 大家可以去参考参考 好了今天的比赛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的想法也跟小默一致的话 就动动你们的手指一减三连吧 我们明天再见